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最近,欧文处于风头浪尖上 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联盟 那么欧文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才能让一个小小的误会就遭遇死亡威胁呢? 起因很简单 欧文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部分内容 关于反游的电影 刚发出就遭受到各路人士的谴责和质疑 甚至在前几日 库子玛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推特 现在甚至连实话都不能说了 内容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但就在发出去不久 库子玛就遭遇到了死亡威胁 原因就仅仅是因为有不少网友认为 库子玛这是在力挺欧文 这把库子玛彻底吓坏了 赶紧删除家道歉澄清 可见现在欧文事件影响是有多么大了 除了工作上的不如意之外 厂下收入方面欧文也受到了重创 前几日耐克官方宣布 由于欧文的反游太风波 耐克决定暂停与欧文的合约 原本即将上架发售的欧文第八代战靴 也将全部收回 不再对外销售 这次事件对于欧文来说 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 虽然在社交媒体上道歉了 但是犹太社区似乎还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如果欧文想要解决这一切问题 首先得得到一方的原谅 而蓝网队貌似给了欧文一个机会 据Shames透露 蓝网队与欧文回归球队只开放态度 但得先满足以下六个条件 一、先得为在10月27日发布电影《恋机2》道歉 谴责有害和虚假内容 并明确表示 他自己本人并没有反犹太信仰 二、完成之前欧文与蓝网和反诽谤联盟 联合发布的反仇恨事业 包括向致力于消除社区仇恨 和不容忍的事业和组织 捐款50万美元 三、完成蓝网队内的新闻敏感性培训 四、完成由蓝网搭建的完整反犹太、反仇恨培训 五、与反诽谤代表 以及布鲁克林地区的犹太社区领袖会面 六、完成一到五后 与球队老板蔡崇信 以及球队的主要成员进行会面 展示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了解这种情况造成的伤害严重性 并保证此类行为以后坚决不会再次发生 蓝网队目前已经正式通知欧文 必须要接受球队的六个条件 否则的话就会对他进行无限期的竞赛 更加致命的是 每被竞赛一场 那么欧文将会被罚款25万美元 这对于欧文来说可以说是重大打击 但现在欧文也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他拒绝接受蓝网的这六项苛刻条件 欧文一直是个个性十足的球员 但是蓝网提到的六个条件 对欧文来说确实太苛刻了 要知道欧文的外号是欧神仙 意思是他和凡人完全不同 现在欧文的团队也表明了 希望欧文付出 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并且欧文可以将捐赠50万美元 提高到捐赠150万美元给犹太人总部 也就是说欧文愿意多捐赠100万美元 可以说现在欧文是打算破财免灾了 毕竟这么耗下去的话 每一场罚25万 要不了几场100万就没了 所以还不如直接捐出去 让自己可以参加比赛 但是欧文也有自己的条件 他希望蓝网提出的六个条件 可以相应地进行减少 他可以亲自去犹太人总部 向领导当面致歉 也可以去蔡崇信的办公室 向他当面致歉 甚至可以再次公开道歉 不过他不想去参加 关于犹太人的培训课程 因为这样 他认为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 践踏和侮辱 现在看来 凯利欧文已经是走投无路 唯一的方法 就只能向蓝网服软和妥协 但是他毕竟也是有信仰的人 从他过去的社交媒体来看 欧文在个人信仰方面 一直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说让他去参加 犹太人的培训课程 显然是不太可能 类似的事情 其实NBA联盟也早有了先例 当初热火队的伦纳德 因为在直播游戏里 仅仅只是吐槽了一句Kiki 大概就是蔑视犹太人的说辞 结果就直接遭到了 热火队的弃用电话 他被交易到雷霆队之后 五分钟就被裁员 直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 从伦纳德的遭遇就可以知道 NBA对于反犹太的态度 所以欧文的这个举动 也算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欧文何许人也 欧文绝对是一个硬钢到底的球员 并且欧文此前的道歉 仅仅只是表示 对冒犯的犹太群体道歉 并没有批判内部反犹太电影 可以理解为不太诚恳 而近期根据媒体报道 欧文已经告知蓝网队计划退役 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这确实是欧文会做出最欧文的事情 一个面对赞助合同取消 下一份议员续约合同 都没有低头过的男人 怎么会因为自己的无心之失 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所以欧文做出这样的决定 还真是不难理解 其实欧文宣布退役 同样也是反客为主的一种反制手段 欧文面临的处境艰难 蓝网队的处境同样艰难 不重罚欧文 蓝网老板蔡崇信在NDA就无法立足 如果欧文以退役相逼 蓝网得面临未来几年内彻底失败 杜兰特也得离开的尴尬局面 但真正能够决定蓝网 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度欧组合 欧文能否继续打球的 已经不是欧文 蓝网自己能控制得了 而是整个NBA乃至外界的压力 欧文这些年来干过的一些离谱事 还真不少 也曾多次让自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曾经欧文也支持地平说 2017年全明星期间 欧文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 语出惊人地说 你们都相信地球是圆的吧 但事实真相是地球是平的 只是有一些神秘组织和人们 要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 此话一出 立刻引发了多方热议 但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孩子们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欧文的话让很多学生 都对地平说深信不疑 甚至当时 美国有一位地理老师 就直接隔空喊话 欧文 我求你了 别再说地球是平的 我的学生完全相信你 我怎么解释都不行 经过一年多的发酵 欧文就自己地平说的想法正是辟谣 2018年10月 在波士顿举行的 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峰会上 欧文对自己的地平说理论 做出道歉 并解释到他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 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他也曾反对复赛 想要自组新联盟 此前由于疫情的原因 NBA陷入停摆 2019-2020赛季 欧文在蓝王取得 季后赛席位的情况下 公然拒绝参加迪士尼园区赛 并且呼吁其他人共同抵制 但其实 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的一周前 他还给NBA董事会提出的 复赛方案投了赞成票 欧文给出的解释是 由于种族歧视引发的问题尚未解决 他不支持NBA复赛 在欧文的主导下 包括杜兰特 保罗 安东尼 米吉尔 库华德等球星在内 共有80多名球员 参与了一次电话会议 来讨论是否应该参加复赛这一问题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欧文在宣布不参加复赛后 竟然提议联盟球员离开NBA 自己组建一个新的联盟参加比赛 当然 从后来发展来看 这的确是个荒诞的想法 欧文那个赛季就以殷商报销了 NBA复赛与否 其实已基本上与他无关 因为欧文签署了最大利益获得合同 拿到了绝大部分工资 相比之下 那些收入不高的球员 如果不打球 就会面临经济危机 NBA球员小里夫斯就曾表示 我知道有许多球员 需要他们的工资 99%的NBA球员 还没有正大像凯里那么多的薪水 最终 NBA还是在2020年7月31日重新开赛 欧文更是在去年 做出了拒绝打疫苗的举动 时间来到上个赛季 欧文依然还是我行我素 他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成为了那个赛季最重磅的新闻之一 那段时间 欧文在社交平台上点赞 并关注了一些疫苗阴谋论者 这些阴谋论人士声称 有秘密社团在利用疫苗 把人连上一台巨型电脑 以达成魔鬼计划 或许是相信了这些消息 他坚决不打疫苗 因此 欧文成为了一名兼职球员 在常规赛初期阶段 他因为违反了纽约的防疫规定 一直无法进入篮网主场的 球馆比赛和参加训练 一直到常规赛中期 纽约当地的防疫规定放宽 以及修改之后 欧文才开始逐渐代表篮网上场比赛 最终 由于欧文的举动 本来强势的篮网三巨头 也随之分崩离析 球队在季后赛首轮 惨遭横扫出局的厄运 最后再到如今反犹太的事件 欧文确实做了很多比较离谱的事情 欧文现在的处境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 各大球队都已把他视作毒瘤 都不再愿意为他提供合约 自身交易价值也降到了冰点 耐克也停止了和他的合作 欧文的签名球鞋 也不再推出和发售 如今的欧文 可以说是强倒众人推了 如果他不能够解决好此次的事件 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真的到此为止了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